古人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最近的美国可是没怎么消停 大有分裂解体的趋势 而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国家 某些州其实早就想要独立了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美国独立意愿最强的四个州 众所周知美国一共有50个州 其大部分领土都位于北美洲中部 但却有两个州距离本土较远 分别是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 阿拉斯加州位于美国本土西北端 面积约有171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面积的20% 是美国面积最大的州 但这里靠近北极气候寒冷 经济发展也比较落后 这里原本是沙俄的领土 但沙俄担心领土太大不方便管辖 再加是担心会被英国抢走 干脆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 这样的决定导致了该州的人民 对美国的认同度并不高 所以在阿拉斯加州内 有很多人是支持独立的 但是由于经济发展落后 整体实力也并不强 独立的道路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走下去 第二个就是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 也是美国唯一的群岛州 由132个岛屿组成 陆地面积为1.67万平方公里 这里是著名的旅游圣地 经济发展也因此在美国各州名列前茅 但夏威夷曾是美国的殖民地 二战后全民公投加入美国 但岛内还是有不少土著对此不满 随着美国的不断作死 夏威夷独立的意愿也愈发强烈 讲完了海外的两个州 接下来回到美国本土 独立意愿最强烈的就是德州了 德州全称德克萨斯州 是美国南方最大的州 也是全美第二大州 念及约有69万平方公里 德州原本是属于其南部墨西哥的领土 但墨西哥对其并不怎么管 导致了大量的美国移民的进入 之后德克萨斯便宣布独立 建立了德克萨斯共和国 美国自然是立马承认其独立 但作为其主人的墨西哥肯定是不承认 随其要派军队进行镇压 刚建立的德克萨斯并没有什么实力 于是便转头加入美国 成为了美国的第28个州 但德州加入美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 所以他们是有很强的独立意愿的 而如今德州的发展也很好 仅次于加州 相比于其他一些落后的州 德州对联邦的贡献就更大 但也因此和联邦产生了诸多的矛盾 逐年的积累下来 德州的独立倾向便愈发强烈 德州也是美国闹独立最凶的一个州 同样的道理 美国发展最好的加州 独立意愿也十分强烈 加州全称加利福尼亚州 位于美国西海岸 面积约42万平方公里 其经济总量甚至超过了英国 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不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 加州都是位于美国各州的第一位 实力如此的强劲 面对其他落后的各州和联邦 加州的矛盾便更加的突出 所以其独立意愿也十分的强烈 而如果能够脱离联邦发展 加州便可以摆脱穷州的拖累 取得更好的发展 但也正因为其良好的发展 美国联邦更不能让他们独立 如果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那么这些州的独立 也只是闹闹一罢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你对美国各州独立又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